下午好,我是德成 中国一名女大学生和同学烧烤 结果自己被烧伤 本期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浙江一名女大学生小倩 9月2号和同学到烧烤店 因为火势太小 他们叫服务生加大火势 当时服务生并没有熄灭烧烤炉的火 反而往炉里面倒酒精 结果引火烧到酒精瓶 坐在炉前的小倩立刻遭殃 身体的衣服顿时着火 其他顾客看到赶紧脱下一幅灭火 但小倩全身已经被烧伤 便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目前所知道的小倩全身 80%烧伤还在医院治疗 更多详情请留意百个新闻